小伙靠姐姐供养成男篮国手,成功后报打姐姐,给她买豪宅豪车,她是新疆篮球队队长,还是新疆队防守领域的第一人,带领着新疆队在比赛中夺冠,进入国家队成为国家队一员,这样的成就不仅仅靠努力,还需要自己不断地坚持,她就是可兰百克,出生在新疆阿图什家庭环境,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中, 家里五个孩子四个姐姐她是最小的那个,十二岁就已经一米七的她被教练看中,随后在乌鲁木齐上初一的时候,就和姐姐鼓励相依为命,一边读书一边打球,姐姐的收入也不高,只能保证平常的生活需要,根本没有剩余的钱给她当铃花钱,就更不用说给她买一双很好的球鞋了, 可兰百克并没有看到别人穿着比自己好的球鞋,而和姐姐吵着闹着,而是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,2008年她被新疆青年队选中,得到可以在新疆南兰一对训练的机会,也正是这次机会让她人生发生了变化,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和坚持,再加上姐姐给予了无限支持,成功登陆CBA, 2008年11月,在新疆飞虎课场中克兰白克马卡代表新疆飞虎首发出战34.4分钟,得到四篮板,完成个人生涯CBA首秀,而这次比赛也以101比97战胜, 这次胜利不仅为她前面的努力做出总结,也为她后面的篮球生涯做出了完美的铺垫, 2013年10月,在天津东亚运动会中,克兰白克马卡代表中国队出战,在三场比赛中,场均出战11分钟,短短的11分钟中,得到2分,2.7满板和1.3的助攻 2017年,克兰白克马卡入选中国南篮孔队,一路走来,有过汗水有过泪水但是最终还是坚持过来了,风雨过后就是天晴, 当她在自己篮球事业上闯出一片天的时候,她也没有忘记当初姐姐的支持和供养, 因为姐姐的支持才有今天自己的一番成就,所以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给姐姐过上好日子,抱打姐姐给她买好车好宅,其实这些对于姐姐来说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弟弟能够好好的,完成自己工作和生活,生活需要感恩,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,别人的帮助我们要牢记心中,恩情勇记心中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argentinos出手